可是我們看到有一位委員出來說 他說這個農機率是共共財 是市民共有的 所以呢他反對 他反對了好幾次 說可以以這個20%的獎勵農軍 不 他的理論 我不得不罵他一句 他是混蛋 為什麼敢罵他混蛋 你知道 大陸在蓋建設整個城市是怎麼建設的嗎 你知道 你看香港是怎麼蓋嗎 我想香港那個農機率不得了 對啊 紐約怎麼蓋呢 為什麼有人說台北市又醜又落後 就是你政府不給農機率啊 他說農機率公共財 屁話 土地是我們家的 你市政府有什麼資格講說 農機率是公共財 是誰的啊 但你農機率如果開放過高的話 造成整個都市景觀 都市擁擠 我同意 擁擠溫度升高 對 我都同意 可是你要有數字證明 根據這個理由 所以 農機率的上限20%對不對 就所有的20%嘛 對嘛 你要告訴我 因為當時就考 我在想香港紐約一定不只20% 那開玩笑你看都知道不只20%嘛 對不對 你看紐約最近有一種細細長長 對啊 八十幾樓的 你看上海 對不對 對 所以台灣有這種思想的 通通罵他 通通是混蛋 是使台北市落後的最重要的罪人 然後所有的這些危老無法跟 對啊都是啊 老百姓喔 因為早期的蓋房子是沒有容積率的觀念 對 比如說我給20%的 20坪的房子 給公共空間越大 是是是 樓梯間消防越大 20坪就扣掉40%的公共 對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市長都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什麼學者啦 專家啦 我之前講的 哎呀日照不能太多啊 我不能住還有日照嘛 第一個問題你要先考慮 他完全不考慮庶民 有人講說 不行啊 給他太多容積率 房地產會炒太高 哎房地產貴不是在地皮貴 是在房子樓地 樓地滿面積貴 樓地滿面積供應太少 台北市房價有什麼節節上漲 對 就是樓地滿面積太少 供應量太少 大家一直往台北市急 你供應量不急 他房價當然節節上漲 土地當然節節上漲 這種供給需求的東西 這些混蛋的腦筋一個人都想不清楚 然後還會說 好像他住在花蓮有沒有 好像他住在台東 我要日照 我要樹木 我要街道 所以台北為什麼會輸給新加坡 會輸給香港 就這個道理 從柯文哲的 我們如果現在從柯文哲的角度 對 他說說我就是做一個市長 我看到這個案子 然後我尊重專業 同時 我也不管後面是誰 那以及 可能更從一個都市 就是整個赤龍 跟都市的開發的這個角度 對啊 對不對 那鼓勵像這樣子的這個案子 對啊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人做官是 這個是財團 哇 對對對 這個是容積率 我不砍你不能顯示我的清廉 對對對 然後底下有幕僚 或者是 或者是至少 沈先生自己講啦 有幕僚來要錢啊 或者是至少有人說 有人說我就不碰 對啊 我不碰 不碰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要維持我的清廉 我還想下一個 這個位子 我打擊財團 其實柯文哲自己也曾經 混蛋過 為什麼他打擊那個大巨蛋有沒有 對對對 那當時腦筋自己也不清楚啦 對不對 可是人可能人家說 柯文哲不是說上來要打這個 郝文哲不是說上來要打這個 郝文哲不是說上來要打這個郝文哲的五大弊案 都是跟 這些 這個工程有關 他怎麼會不了解 一個案子也沒有啊 他怎麼會不了解容積率 他就是聽信啊林州民啊 他怎麼會不知道進華城的案 聽信姚立民啊 姚立民叫他把那個 那個 大巨蛋拆掉啊 他聽信他兩個幕僚啊 你突然講個名字 蹦出來 姚立民聽過吧 哇現在是變成民進黨的 司法院副院長 他要主張把大巨蛋拆掉的人 就是姚立民 為了這事情跟柯文哲翻臉 我當時就痛批過柯文哲 你把大巨蛋給拆掉 你知道什麼結果嗎 台北市會有個天坑 因為當時在蓋大巨蛋的時候 因為要挖得很深 所以挖的土都去填 台北港 你知道嗎 幾萬輛卡車 你到現在到哪裡找這麼多土來 所以太多人是為了自己的 錢財 對 生育 創造奇怪的生育 特立獨行 然後呢 下一步政治的 這個 生命 對 然後呢在那邊 東搞西搞歪搞 對不對 對啊 造成了這個台灣現在的現狀 台灣不能進步就是有些 蛋頭 有一些混蛋 整天去歐美操一些好像你是住在雲林鄉下 你到雲林鄉下來搞日照 隨便你幹 對不對 為什麼雲林沒有人去啊 就是道理在這裡嘛 因為 現代型的都市一定會有這種商業集中現象嘛 這是個都市經濟必然的 那你要控制容積率 他的房價當然會一直漲啊 然後 一個市長稍微給多一點的容積率 你說為什麼他給15你給20啊你一定有土力 而且我們檢察官都自以為是市長 沒有 這個楊市長 為什麼你給蔡正元這個18 啊然後你給書很餓死 啊 所以 你不罰 不罰土力 這樣 嚴密邏輯說得通嗎 說不通的嘛 檢察官現在 沒有找到任何柯文哲說貪污的侵流證據嘛 對 那拿出那個170萬的 全台灣社會沒有人會接受嘛 那徐曉欣說檢察官在 羅茲入罪 我同意啊 我同意這 徐曉欣這個判斷我同意 是 而且啊 有一個人坐不住了 你在哪一個人坐不住了呢 你要講嗎 AIT AIT關心司法案件 從來沒聽過 是 但我了解了一下 本來柯文哲9月份要去美國 所以昨天其實是前天 前天其實是民眾黨要去AIT拜會 AIT處長 那是AIT邀請的啦 對 就是那個時間點 AIT邀請 然後呢 結果柯文哲被帶走 當然所以這個行程也都沒有啦 所以AIT關切 重點是AIT以前關切從來不扶上檯面 為什麼這一次扶上檯面 這個是重點 這是關鍵啦 對不對 我要講一句不客氣的話 AIT在全台灣各個機構裡面 布滿了憲民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然後 司法院 法院 都有 我敢講 軍隊通通有 未來他還派台灣fellowship 每個單位都有 政治都有 都軍 這個還不是憲民 都軍 如果你把這些人 跟美國 這個 比較AIT有深刻的關係 都畫等號的話 是不少 是不少 對不對 然後 不一定都能畫等號啦 大部分可以啦 大部分可以 你同意嘛對不對 國家安全會你還不曉得 你不曉得 不一定都能畫等號 對對對 那好 就有點說20%到底多少是不是 20% 不法的對不對 672% 那所以他 還公開關切 記者打電話去問說你有沒有關切 他還承認 從來沒有過的 鄭文燦他有沒有這樣關切 這個當然 我覺得AIT都很了解 台灣政府也了解 當這個事情公開 AIT美國公開關切 變成一個 就是新聞的時候 他會產生巨大的壓力 當然 你必須拿出確鑿的證據 像鄭文燦 AIT閉嘴講過話沒有 AIT跟鄭文燦的關係很好 都開始 他會傳統 在金字幕內心 你不怕 他會天堡 他會有人在來